去年过生日我老公送给我的女儿 所以去年3月8号是特意过来买的 5月份开始佩戴 7月份就发现严重掉色 白衣服的时候再看见上面怎么有掉色的痕子 特别明显 就是这种发黑色呀 金属黑 被持着还是被同事发现 听说这个东西怎么掉色是不是假的 我说是在专柜买的 为什么是假的 江女士这条玫瑰金宝格丽项链 是在杭州大厦宝格丽专柜买的 23300块钱 江女士说 她仔细检查过 项链的弹簧掉坠没有问题 后来经过我检查就是挂钩的那一段 就是这一段挂钩的这里 就是这一段到这一段 掉色特别严重 明显发黑 自己花钱维修了 翻新了一次 翻新一次带了半个月之后 还是发现掉色 项链一共有三个挂扣 这张照片是江女士去年7月份拍的 可以看到挂扣中间这两段色泽较暗 去年12月 江女士在专柜工作人员推荐之下 在宝格丽微信公众号上申请了在线维修 之后邮寄到上海维修 花了1380块钱 收款方是宝格丽商业上海有限公司 江女士说 维修之后佩戴了半个多月 发现还是有同样的问题 就再次找到专柜 工作人员免费更换了挂扣连接的这两段 换完之后带了一天还是掉色 他们说不出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店铺现在就是根本就是 不管这个事情了 就说如果以后要掉色 就拿过来给你清洗一下 因为这个项链到手买了这么长时间 前年后带了没有两个月 一直都在他们这个店铺维修 一直在上海时候维修中 不要了不想要了这个 把项链放在白纸上晃动 看不出明显变化 江女士表示 要戴一段时间才能看到衣服被染黑 来 不好意思 你先到外面好吧 我们店里是不能看事 商场工作人员过来登记了记者的信息 给了一张媒体采访证 之后记者进入了专柜 咱们这边原因还有后续怎么处理的 但是我们是 现在是和相关掉的 就是这个我们是不接受采访 刚刚商场这边已经就是这个意思 不是我们这边的店铺的意思 那接下来有什么办法 接下来的话我们会跟 就是按照正常的程序 是跟客户这边 我们也要遵循我们的售后原则的 不是关键问题 我们俩互动不缓 你每次就是把责任全部 推到售后 那现在让我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就售后怎么弄呢 他一直把责任都推到售后 所以这边是不能接受采访 如果说顾客有什么 售后问题啊 反过到商场 我是负责跟我们这边 我负责的这些品牌 跟他们去沟通的 我这个事情 现在因为我还不是很清楚怎么回事嘛 我了解一下我跟他们进去 你沟通一下 江女士后来反馈 杭州大厦这边提出 要先给项链做一个质量检测 她同意了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aley peak 二位 一位 一位 最后被这样映 女士 случ